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准視各位收聽風雲局 多謝各位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非常感謝各位長期支持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員 風雲會 這個渠道也是 感謝各位加入 台灣自從520 新總統賴清德就職宣誓之後 局勢馬上進入緊張狀態 除了台海 中國方面 採用一隻環島近距離的軍事演習 立法院出現混亂 這兩大危機的發生 這個動力剛剛好 就是在賴清德就職之後 馬上去那個時機 是很令人懷疑 而且立法院現在最新的局勢 是多了10萬人 在外面大包圍 抗議立法院裡面 是濫權 這件事來龍去賴是怎樣呢 首先就是這樣的 蔡英文就做了兩屆總統 在兩屆總統的第二任的時候 她就出現了一隻蟹造的作風 因為自從2020年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為她造成最大的聲勢 當時她是岌岌可危的 我們都記得韓國瑜 是挑戰代表國民黨 但是香港這個 反送中運動是得到民進黨的支持 於是就將蔡英文 再度送入總統府 但是蔡英文再度送入總統府之後 最大的事件 就是那一隻人 因為她才會召喚 她一直在這裏 她去過 她的一部 她就在這裏 兩元 她 обсhell 她在這裏 她的一部 又是奔心 她就接受了 她的一部 她想了 她會召喚 她沒了 她不再做 她說 她未必要 再做 她是 她也沒了 而指責是阻撓採購包括美國復興 即是輝瑞在內的外國的疫苗 就使得高端醫療這個疫苗的製造商 那個股價是連續上升 這個高端當然是一家本地的疫苗製造商 到底它的成效是多少呢 好像大陸的科興一樣 不過大陸的科興就是國營 是共產黨在後面經營的原因 所以蔡英文在兩任之前 她競選的時候 高夫要舉行國會的改革 為什麼呢 因為國會和立法院 和總統府的行政權力 本來只應該是三權分立 但是台灣那個總統一旦直選之後 總統進了這個總統府 她的權力也很高 現在呢 那個立法院裡面呢 明明你蔡英文當年 你自己說會國會改革 但是民進黨執政兩任之後呢 她就沒有推行國會改革 因為很簡單而已 因為現在是我做莊 我做莊 我就怎麼會接受你立法院 加強去監督我呢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就賴清德就臨莊了 就是同民進黨 但是立法院裡面呢 國民黨雖然沒有過半數 但是加上民眾黨 即是柯文哲那八席呢 就是剛剛好過了半數 現在就是藍白兩大政黨呢 在這個問題上就有共同的敵人 就聯手推行一個非常之激進的國會改革方案 這個國會改革方案呢 我們上一集都有略略提過 她的最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要加強對政府官員質詢的權力 如果她說 改革方案是 如果我徵召你那個政府官員 是來到立法院那裡質詢 如果你不來 或者你接受質詢的時候 被發現是作出虛假陳述 那就可以將你判處監禁高達三年 當時是判處監禁高達三年 第二就是一年一度是規定的總統呢 一定要去立法院那裡發表一個叫做國情報告 這個類似美國總統的國情市民 或者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總督的 去到立法局那個施政報告 這個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國會改革方案呢 就是說在這個總統發表國情報告之後 立即是要接受答問和質詢 是不能夠拒絕的 但是呢 我們知道在很多地方 包括在香港 你那個特首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呢 你應該是另外再安排第二個時間 是接受質詢的 是吧 而且呢 那個改革方案的規定 你接受質詢的時候 你不得拒絕 是吧 而且呢 在質詢的過程 如果發現 是被作出虛假陳述呢 是一樣可以呢 是彈劾或者呢 是將你這個總統呢 控告 那這件事呢 一出呢 就被認為呢 是有意呢 是癱瘓了 新總統賴清德這個行政權力 那尤其是我們用香港來比較 香港特區呢 自從1997年之後呢 在中國力挺之下呢 說一定要維持一個 強勢行政主導 一直對有泛民呢 在立法會裡面呢 是有相當勢力的 立法會的權力呢 是極之不滿 所以呢 當你有立法會裡面有泛民的時候呢 中方和特區政府呢 是不斷強調 強勢行政主導 是一定要削弱 所以說 立法會對於行政權力的種種的制衡 那現在呢 當然是另一回事呢 香港呢 現在的立法會已經成為90個 完全是親中愛國建制 所以呢 形同是廢了那個武功的 但是 另一方面 台灣的立法院的國民黨呢 裡面有一個叫做黨團的召集人 叫傅昆琦 還有這個民眾黨的裡面 這個新進的後起之手叫做王國昌 傅昆琦最近去過中國 就是接受這個王滬寧接見 回來之後呢 就被指為 是立刻強力推動這個叫做國會改革 那就被民進黨就立刻說 是不是中共叫你的 那現在傅昆琦是花年選出來的立委 那現在我們也知道呢 中方呢 是對於台灣 立法院裡面 尤其是地方的立委 和那些鄉里啊 那些這樣的代表呢 滲透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整件事情呢 就混合起來了 就變成是很複雜 那國會改革呢 基本上是一個共識來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呢 十萬人在外面反對呢 就是這十萬人多數呢 都是支持現時的執政的民進黨 也都很多呢 是自稱是太陽花運動的接班人 他們呢 就認為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藍白呢 是聯合 是形成一個叫做立法院的暴政 是用立法呢 是來抗權呢 是來削弱一個民主的一個行政機構 這個問題呢 就非常的複雜了 那到底是立法會 就是立法的權力呢 是應該是制衡行政呢 還是國會改革呢 那個方案呢 有裡面很多詞彙是類似香港的23條的 是非常的空泛和抽象 還有呢 是欠缺一個呢 非常之詳盡的解釋和質詢 那本來呢 你推動國會的改革呢 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你裡面那些動不動就說 如果那個官員作出虛假陳述的話 就可以立刻控告 什麼叫做虛假陳述 尤其是當你這個立法院呢 是要提出一些關於國防啊 軍事啊 這些很大的機密的質詢的時候 如果那個國防的官員來到 他們給的那個答案呢 是不符合國民黨或者呢 立法院裡面其他的人的期望 就會不會呢 是啟動這個國會改革這個立法院的權力呢 是把這個官員呢 是制裁 又或者是轟距落臺 如果這樣呢 是會搞到沒完沒了 還有呢 是會令到 真是那個行政的管治權力呢 是癱瘓 尤其是現在台灣處於呢 是國防的安全風雨飄搖的時候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引起了支持民進黨的那些年輕人呢 就聞到一股味就不妥了 就現在本來是有2萬人 就說是有3萬人 現在搞到10萬人包圍立法院 而立法院裡面呢 的民進黨的立委呢 得到外面的聲援呢 也都在裡面的鼓掃 當然現在在立法院裡面呢 民進黨是少數黨 現在藍白加起來呢 是多數黨派 現在就裡面和外面呢 就展開一場角力 就令到台灣的民主 進入一個新階段 它呢 接受那種挑戰 和出現的危機呢 也都是令到國際 特別是美國看下去呢 是覺得有少少不對勁了 是不是呢 這次呢 台灣的立法院和外面的聚集的民眾 越來越厲害 和升級 這個情況呢 都是近幾任呢 這個總統和國會呢 是少見的 因為之前的幾任呢 都是完全執政 包括呢 特別是你提到呢 前兩任的 就是蔡英文的政府 那它在民進黨 在立法院裡面呢 也都是佔多數之下呢 就沒有出現過這類的問題 但是現在的情況呢 複雜的地方是 很多的私怨和以往呢 這個民進黨和民眾黨 加上國民黨之間呢 的一些選舉的期間 或者之後的一些對立和漫罵呢 就是中國人社會就是這樣 你不能夠把它完全 和西方的民主議會呢 是一定相提並論的 因為西方的民主議會呢 雖然大家中間都有個人恩怨 但是大家呢 都是會根據那個遊戲規則裡面呢 是進行這些這樣的角力 和呢 叫協商和遊說 但是現在去到台灣那裡呢 如果我們還是在逐條條文裡面呢 在爭論是誰非呢 我認為有些失誅交臂的 因為呢 如果純粹從一個理念上來講 國會當然是 是由民選產生 一人一票 就一定是監察政府的 擴大國會這個立法院的權力呢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一定是呢 所謂符合這個道德高地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條文 如果是太過分 超越了這個立法院 就是國會的權力 例如他不知道是監察了 他直接變相是有司法的權力 就是說呢 如果上去譬如被質詢的官員 或者甚至民企的人 突然呢 這個不回答啊 或者是再 再要求他回答的時候 都是不合作啊 那這些立法院的議員呢 就可以呢 就通過 然後呢 進行罰款 甚至呢 對於官員 是有一個監禁的可能性 那這些已經超越了 這個呢 立法院的權力 這個純粹是監察 已經是佈入了 司法的權力 那你咬回頭了 這個就是 民進黨在過去兩任 特別是蔡英文的執政的時候呢 很多的私商授受 也都呢 有很多的企業 得到政府的 資金的援助 有人會覺得呢 中間呢 就是民進黨的貪腐 所以呢 沒有辦法不擴大這個 立法院的權力呢 去針對 現在一些 或者過去發生了的 這些這樣的貪腐 看來呢 又無可厚非 因為這個是 民進黨呢 就是被人經常針對的地方 那好了 又回回頭了 那你在這個時候 特別是 賴清德剛剛 上任 還有呢 中國大陸呢 這個民工武鬥 加上呢 兩天的軍事演習 壓迫之下 你偏偏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 搞這種這麼大爭議的 立法院的權力擴大 那就令到呢 整個台灣呢 進入了混亂 連賴清德這個新政府呢 都未必能夠呢 順利執政 那這個也都是會令到人質疑 究竟那些 在道德高地上面 要求擴大立法院權力的議員 或者外面的 意見領袖加上民眾 背後有沒有中國大陸的指使 和滲透呢 那這些呢 又是令到這件事件呢 多了一層的複雜了 那好啦 那如果你 又爭回頭 就說 喂你不可以每次都說 中國大陸指使 有人做鬼的喔 如果這樣的話呢 就是任何反對你民進黨執政的 你都可以入中國大陸數的啦 那又是喔 沒有辦法 本來這個說法好像很合理 但是在今時今日呢 就算原本不是中國大陸的旨意 但是見到你台灣現在變成這樣的狀態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呢 就見逢插針 可以呢 在這個時候 再動用它的影響力啦 利用金錢啦 利用其他的滲透呢 是將雙方的矛盾 或者是特別是 國民黨裡面的 已經有一些鬼 它就更加發揮它的威力 就將這件事呢 就更加擴大到呢 令到這個賴清德政府不能執政 所以這件事呢 它複雜的地方就是這裡 如果你只是逐條條文裡面呢 去針對呀 在那裡爭論呀 那個程序怎麼樣呀 或者這個是不是叫做 超越了立法院的權力呀 那這一點呢 我覺得呢 是變成一個微觀 我們一定要呢 所謂要提高的角度 還有要留意整個現在 台海和國際的局勢 這件這樣的立法院的權力 擴大事件呢 不只單單是這個行政和立法 兩個機構之間的權力分譜 其實是整個國際政治 包括印太的這個局勢 台海的衝突 立進去考慮呢 你就會看到裡面 很多不同的圍道 我叫做不同的圍道呢 裡面所展現的這些裡面的政治鬥爭 還有陰謀的圖生 所以看一件重大的爭議呢 一定有宏觀的全局 也要看細節 你剛才說的宏觀 宏觀當然是這個外憂內患 是吧 就是中國方面的龐大的軍事威脅 還有呢 是要測試這個賴清德 那種這樣的定力 內患呢 就是這個呢 這次這個立法院裡面的國會改革 最厲害的叫做藐視國會罪 藐視國會罪呢 就是另外呢 是有些細節是要注意的 就是說一旦立法院呢 是成立這些調查委員會 但是這個沒有問題 美國國會啊 香港殖民地時代啊 或者這個 2018年之前呢 立法會裡面都有不同的委員會呢 是可以宣照調查 可以傳照政府的官員的 只不過呢 這個叫藐視國會罪裡面呢 就是規定 這個立法院呢 是可以傳照政府的官員 企業的這個總裁 另外呢 還有呢 是法團 組織 和呢 是任何的個人 這個任何個人呢 就是指台灣的任何的公民 如果一旦傳照到這些法團啊 組織啊 和公民去到立法院呢 你是不得拒絕 而且呢 公民呢 是去到立法院 如果你要答問題的時候呢 你是不得聘請律師 不得帶同的律師進去 除非是立法院院長批准 如果這樣呢 就令到很多的公民呢 是覺得外面的人 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啊 那些大學生啊 或者那些論證團體啊 他們覺得受威脅 因為大家呢 就在這個位置 還可以說 他再� 把沒有買給它 那些人也不夠 那些人也不夠 所以他們也覺得 他們也不夠 如果不到 你是犯了藐視台灣的這個叫藐視國會罪 就是藐視立肺院罪 第二 到了之後 你要接受盤問 如果盤問問你 你跟美國的Google有什麼工作關係 有沒有人指使你呢 叫你不要下架 你一旦問到這些 比如Google香港的負責人 是一定不可以回答所有的真確的細節 因為這個涉及他們公司的業務的機密 是吧 一旦你不肯回答 又或者質問你那個立法會 那個調查委員會 那個主席覺得不滿意 就立刻可以引用相當於台灣這個叫藐視國會罪 是將你移交司法處理 這個確實是侵略了司法的權力 這個權力是非常大的 用這個例子 各位在香港就會明白了 如此類推 任何關於國防 間諜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可以在台灣傳召 比如說台灣的國防部長 還有這個藐視國會法是應用於軍方的 是可以叫軍方的代表走來問問題的 問問題的人可以是國民黨的 可以是國民黨的一個是曾經訪問過中國大陸的立委的 如果那個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是氣勢洶洶的去問這個國防部的官員 是關於一些其實是行政當局認為是國家機密或者是國防機密的細節的時候 那到底他回答還是不回答呢 他告訴你講真話還是虛言退堂呢 他如果回答這個叫不語致平又行不行呢 這個叫藐視國會法 在這些細節是沒有說到的 他沒有說一定不行 但是當德國之聲 就去問這個傅昆琦那些人的時候呢 他們說我們通過了之後 我們自然會向民眾解說 這個到底我們怎麼樣去執法 這件事情就不通了 因為即使是香港要立法23條 假假地呢 都要事先是要開幾輪的 這個叫民意的質詢 你要把這些條文的詞彙的定義是界定清楚 然後才可以由民意的代表在立法院那裡 按程序通過 而不是推出一堆這些是詞彙非常的空泛 還有所有那個優勢都是歸於立法院的 要拉要鎖 是釋除尊便 然後就是這個叫藐視國會罪呢 是以這個叫監察賴清德為首的 民進黨的那個行政權力 以免他們濫權和貪污為藉口呢 然後其實呢 就是將立法院的權力是無限擴大 禁制 而且呢 沒問題 你說要增加這個叫調查 這個政府官員 看看他們有沒有貪污 這個是天公地道 但是立一條這麼大的法 一定要經過充分的質詢 即使是在十幾年前這個叫太陽花 當時呢 馬英九是做總統 他呢 在這個立法院那裡通過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就是引進了大陸很多行業的人來台灣那裡開工 是吧 即使是這個服務協議呢 都經過了100場這樣的座談會啊 在民間那裡呢 是嘗試解說 是吧 但是呢 都是強行通過 強行通過就導致這個叫太陽花運動 是吧 即使是那個服務協議都經過一年的醞釀 那個協議的內容有什麼呢 是吧 那馬英九的時候呢 廢盡唇舌 哇 我們引用大陸的人進來 比如說開非法舖啊 這些廢型屋啊 是不會構成對民間那個行業的威脅的 十年之後 看回它 當然是亂說啦 是吧 你引入大陸的那些這樣的民間基層行業 下來做開非法舖 美容院怎麼會不構成對台灣本土的威脅呢 你看現在香港的的士佬 滴滴出行 和Uber那種爆發的衝突 你都知道當日馬英九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幸好是沒有通過了 是吧 那為什麼通過不了呢 就是外面太陽花了 好了 現在一樣是類似照版主管 現在立法院裡面是通過一個不是服務協議 而是針對賴清德民進黨行政權力的這個叫藐視國會罪 包括這個主菜的國會的改革 是吧 好了 聽下去是明正言訊 而且是天公地道 但是裡面有這個細節呢 它就缺乏足夠的質詢和解說 而且它對於立法院裡面 比如說民進黨的立委就反問回頭 那你這個國會改革會不會限制這些立法院的委員呢 你們經常回到大陸 去完大陸回來 你是不是應該也應該對立法院和政府交一個報告呢 你去中國見過這些 比如說這些黃滬寧啊 或者國台版啊 是吧 你談談的內容是什麼呢 他對你發出什麼要求呢 是吧 你又怎麼樣應對呢 你立委啊 是吧 連群帶隊去大陸 去訪問 接受統戰招案 回來 你是不是應該在立法院那裡 接受其他黨派的質詢呢 這方面呢 國會改革方案呢 就完全沒有提及啊 所以就使民進黨有足夠的理據 或者叫做藉口 發動外面的人 又或者外面那些支持民進黨的年輕人 覺得那個不是很對路 於是就發動這個包圍 裡面呢 還有一個案中案 就是本來這個叫做民眾黨的 那個老頭柯文哲 上次輸了 但是他聲勢很大 是不是說 在年輕人那裡很有影響力的呢 柯文哲最近呢 就涉及一單涉疑廁 濫用權力 是吧 在這個新北市那裡有一間醫院呢 是擴建 擴建之後呢 令到他的那個利潤呢 將來那個帳面上增加每年幾十億 就於是被指為是私相授受 所以柯文哲自己呢 都很麻煩 但是裡面有一個新春 他叫王國昌 就借機就上位 王國昌呢 他的口才和形象呢 是對於柯文哲大友呢 是後來居上之勢 但是這次王國昌呢 又和這個國民黨一起結成這個連線 是推行這個叫做國會改革方案 因此呢 就連王國昌拖累了 柯文哲和民眾黨呢 也都備受外面很多年輕人的質疑 說他是背叛了國家利益 所以這些案中有案是非呢 是連結糾纏 是令到整件事情很複雜 不過沒有辦法 這些就是台灣民主議會制度 在這裏是完善的過程 成熟的過程也好 你說他現在出現了 好像西方國家 英國 美國 法國那樣 現在歐洲和美國 整個議會民主制度 都出現了很大的內在的危機了 是不是 加上這些TikTok 社交媒體 很多東西 將一些很多方式 將一些很複雜的事情來龍去脈 將它斷章取義 而且簡化為一兩句 然後在外面的外部勢力勾結 是製造民粹 所以議會民主現在確實是出現問題的 但是台灣現在這一場的國會改革方案 隱現的危機是有台灣本地的那個特色 所以這些香港人千萬不要以為 這些發生在台灣的事情 或者很複雜 其實是應該關注的 這次在這個立法院外面 聚集了過十萬的民眾 依然繼續在升級 更加多人的加入 這種情況有人將它比喻為太陽花學運 雖然這個場面有些類近 也都是組成很多年輕人 或者支持民進黨的民眾一起 但是這次的性質就徹底改變了 因為當時執政的是國民黨馬英九政府 現在是民進黨的賴清德政府 所以這幫民眾在外面聚集 最後會演變成怎樣呢 當年的太陽花學運 就是最後這幫學生年輕人 衝進去立法院裡面佔領了二十多天 最後迫使到馬英九就是沒有辦法 一定不可以動用武力鎮壓 也都不能夠強行通過 因為立法院都被佔據了 於是最後蓋牌 但是這次現在執政是賴清德政府 如果國民黨和民眾黨 堅持繼續去表決的時候 最後演變到這幫年輕人或者民眾 好像太陽花學運的時候衝進去立法院 阻止他們通過 這個情況就會令到執政政府 民進黨就很陷於兩難的滋味 因為如果這樣做 當然是違法 那你可不可以叫這個行政院裡面的警察部 去進行這個驅逐和鎮壓 但是這幫是你的支持者 當然他做不出 也都不可能用這個武力 於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對於你自己的執政黨的形象來講 其實都很好笑的 因為你既然已經是經過選舉裡面 拿到一個政權 你是總統 當那個立法院裡面 你不能夠佔得多數 在一個議案通過的過程裡面 你是失敗 沽默論究竟對還是不對 你竟然要動用在野的 這些民眾進行這個抗爭 甚至如果真是萬一衝進立法院之後 去佔據立法院來阻止通過 那你整個政權 或者是這個執政的所謂認受性 和你表現出來 這種對於整個台灣的管治能力 是會受到質疑的 而你也都會被中國大陸 掩著半邊嘴笑 也都是它成功了 令到你這個難清德政府變成悲腳 所以這個情況不可以和太陽花學運 是相提並論的 也都如果演變下去 對於民進黨來說 也都未必是一件好事來的 陶先生 所以這個證明非常微妙 到底大陸方面 是有多大的影響力 在裡面的滲透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證據 就不便亂推測 但是這個時候內外交運 現在在中國方面 是演習只不過是第一波 接著說明是陸續有來 對於台灣的論調 對於台灣的論調 不止是戰狼化 已經是戰爭化 叫囂到可以 出現一個3D的虛擬 一個頻道 如何轟炸台灣 而且種種的傳言 就說一旦是動台灣的話 是會全台灣先行大斷網 斷電線 和分分鐘那些通訊系統都斷了 BBC方面也發出一條新聞 就說中方是準備發出軍隊 全面攻擊 在這個時候 你自己的立法院裡面是內亂 而且亂到這樣 而且大撕裂 那這些到底是不是什麼小龍DNA 還是這些 很多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公私不分 或者是否真的有很多人 被民進黨找路趁了很久 於是這次大爆發血雷控訴 或者有私怨 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個局勢很值得 我們無論在哪裡都是進一步關注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谷下節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是 俯瞰世界這個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著40萬進發 有這麼嬌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輝 敗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個是美國 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和黎智英 和梁振英 有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 送金融上車 跟旁邊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什麼 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的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 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民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跟你 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做劉細良 然後劉細良 帶著沈旭暉 林蔥 梁啟智 朗鐵 這班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班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傢伙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